1. 黑狗 嗨大家好我是平民百姓 集上次血量超過一半的那個GG之後 因為我體力還夠所以就再來試了一場 一樣我黑狗的話我會找CD5的黑狗 再來試一次吧 攻擊力的控制是越戰越強的一個關鍵 因為你攻擊力如果太大的話 就會把BossGG掉了 BossGG的時候他就會狼狗 不是GG掉了 Boss你給他傷害太大的話他會狼狗 他打起來就痛了 現在就除息地 這個部分就不再多解釋了 就是一直轉就對了 邊轉邊補 不要天降 每次都天降 受不了 這時候我會先打旁邊的小魔女 因為兩個等一下同CD傷害會蠻大的 oh shit 剛剛沒轉到我沒發現 不被GG 不GG之反被GG之所以先把他幹掉了 可以看到我COMBO數大概3到5左右而已 已經很多 好 一樣 依照我這個COMBO數來打的話 應該 各位的功力應該是會更輕鬆才對 好 這時候我不會先打這隻火武精靈 我會先打大魔女 好 每次都手殘 這個史萊姆傷害4000多 我小心一點 好 一樣便打便補 雜豬笑一下 哇 增加一些COMBO數補血量自然會比較多 那4COMBO我才補 3-4千滴而已 其實補的血量並沒有很多 因為獸隊 雖然說比 龍來講恢復力高 可是跟MAX隊比起來是差一大截 5-5 而且我有神女 基本上 回血量就比較少了 還有2CD的 所以我會盡快把他們處理掉 5-5 5-5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CD處到什麼程度 5回合 打到BOSS應該沒問題了 所以可以 能打就盡量打是沒有關係的 5-5 5-5 5-5 5 5 5-5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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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魔女一樣先殺掉 我兩隻可能只能繼續掉一隻而已 不然就是你盡量增加你的combo數 我只有3到5所以沒辦法 遊戲設計師之後 沒辦法讓你自動指定說我要打哪一隻 只能讓你挑一隻而已 喔 手殘 喔耶 白扣血 5回合 打算轉型一下 因為我CD還蠻快的 因為攻擊力不夠 因為只有兩隻而已 所以我盡量撐一下攻擊力 這時候就接機順便把水珠消一下 一條小魔女基本上就不用處機了 因為轉不太到那個combo數 這時候我就先殺史萊姆 好 一樣也是先殺史萊姆 奇怪了 我他的豬都很少耶 但是雜豬太多了 因為我沒銷到吧 下一盒就是CDE的小魔女 下一盒就是CDE的小魔女 所以要嘛攻擊珠多一點 要嘛就是星珠多一點 可以看大家的狀況來做個變換 像我檯面上現在星珠蠻少的 所以我可能只做一次的攻擊 看可不可以把拉拉殺掉 喔 又手殘 又沒星珠 手殘沒星珠 這要看 要天降就好 喔 有星珠了 好 加載 這每一回合我在計算攻擊的時候 是蠻龜毛的這樣 因為等級不夠高 技術也不夠好 所以只能靠一些戰術來做名符 喔 CDE很好 好 沒辦法 沒有時間了 直接這樣做攻擊就好 下一回合再做個五連 應該就可以全部GG掉了 欸 差點有手殘 其實應該算手殘 喔 現在血量比較多 打BOSS的話我就可以比較 比較好控制我的攻擊力了 喔 CDE 吐血 這是在蒸我就對了 來不及 台面上光珠蠻多的 我先轉一下 好 槓波數不多的話 見得上有星我就轉了 喔 又掉一大堆水珠 這次玩弄我 看到四槓波才補6000多滴而已 血量是補非常非常少 這時候綠珠再轉一下 這場的話 攻擊力道可能要稍微拿捏一下 喔 又卡住 就是手殘一組 我黑狗2CD 只要用控制CD的方式來打 我是怕這一次又發生 跟剛才一樣的狀況 打血量超出一半 應該差不多 我覺得應該差不多 應該剛好一半差不多 喔 可以可以 喔 SHIT 喔 SHIT 痾 BS白屏 如果大家可以用手機的話 千萬不要像我一樣用路的 很可惜喔 不容易血量控制到了 結果居然當掉了 等一下再來幫大家測試吧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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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